早安 早安 我先說 我來東京沒有八次有十次 我來東京沒有十次 只有五次 今天是我們在日本的第十天 然後接下來的行程 是日本旅遊局幫我們安排的 這些行程我們都沒有去過 我沒有想到我來了十天 還有那麼多地方我沒有去過 我們要來看看日本人旅遊的角度 跟我們這種常常來的自由行 或是團體行的觀光角度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我身為一個臭宅 買了一堆動漫主 秋月園來了好幾十次的 我完全不知道 秋月園站跟那個玉圖丁站的底下 真的是一個超文青的地方 我們今天逛的這個點呢 它是從玉圖丁站 然後走過來會比較靠近一點點 我會建議就是大家坐到這一站 然後走到秋月園 2K540不是AKB48 它的意思是 從東京車站到這邊 總共有2公里540公尺 好高級的取名方法喔 原本是橋下的停車場暗暗的 然後它透過打光 柱子變白的話 那整個漸漸上明 看起來就是氛圍很讚耶 經過這間襪子店 我想說我有沒有看錯 它這裡寫 永久交換保證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襪子破襪 我就跟你交換 Forever 我看到了姊妹喜歡的襪子了 這一排他都喜歡 這個 深紫色 這家襪子店呢 質感真的還不錯 那我個人是買了我冬天在家裡穿的襪子 因為它的保暖度感覺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我買了這個五指襪 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布好厲害喔 原本以為只是賣布的 就不是耶 它是這種染布 然後把它做了一些很可愛的花 哇 好厲害喔 這個是純手工染的喔 對啊 欸很細耶 這間餐廳很有趣喔 它的位置呢 它會給兩種 一個是一般椅子嘛 然後旁邊還會有一個吊床 然後帶了一個屁孩喔 哇 來了來了 這是我們今天這個旅行的第一餐 舒芙蕾 舒芙蕾 而且怎麼會有梅亞翔在這上面拍照 這看起來就是死亡角度耶 有可能會在這裡面很正的嗎 我可以試試看嗎 欸死亡角度 秋葉原的這一家扭蛋店呢 應該算是東西最齊全 更新的最快 這次在東京已經過了十幾天了 我已經看了無數店家的無數個扭蛋 還可以看到我沒看過的話 就是它真的蠻厲害的 欸 這一間呢它看起來真的非常壯觀 電雖然不大 但是現在擺了很多 很像是扭蛋的時光隧道的感覺 一進來你的今天的時間就會拜拜 扭蛋店的後半邊 它都放一些就是已經扭的整套的 如果你呢就是財力比較雄厚 可能類似酒妹這樣的話 想要買整套的後面也可以這樣子 這個是生男腰的動物耶 你看 嗯 各種恰吉耶 瓜吉如果沒有當選它就會長這樣 不要扭這個吧 要啊 這個很敏感耶 河馬耶 這樣是河馬 幫我帶 你看 哇 好適合你喔 它裡面的扭蛋機真的沒有說很多 但我覺得它是精挑細選過的 現在大家會流行 要嘛我贏 要嘛海賊啊 spad family啊 熱門的話 很多地方都有 但它就是會突然間發現一些 比較少會在扭蛋機台出現的 像是說擋大擋的扭蛋機 欸逛酒喝光喔 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蠻值得來這邊扭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要到這邊結束了 明天聽說是個應戰 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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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明天見 早安 我們今天要離開 秋葉原 我們今天起了一個大早checkout了以後 把行李先拿去宅配 之後我們就帶了一個包包 這是我們的一日裝扮 我們要去東京京郊的一個山是高尾山 據說高尾山的話 它是米其林的旅遊景點三星級 哇 空氣好好喔 這邊的車站呢 看起來就已經完全不太一樣的感覺 它都是木造的 跟這邊的大自然動作在一起 我們今天住的這個地方呢 也是大有來頭 然後它離車站很近 外型看起來很像樓梯 這一間叫這個Takaone 我們竟然還沒看到房間 但是已經看到它周遭的設施設備了 就是很有大自然的感覺 因為裡面的任何的一些 軟裝硬裝都大概都是用一些木頭為主 這個車站呢走出來左轉 右轉 好這個車站走出來右轉呢 就開始爬山了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是一號路線 聽說高尾山呢有六種路線 所以它很適合登山的初學者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在東京待太久了 然後就有點煩躁 然後大家走路都很快 但是大家來這邊呢就會有種放鬆 就真的是 舒緩一下心情 踏青的感覺 車子滿可愛的 小小一台 它感覺會往上爬 爬坡的方式上去 蛤 滿美的耶 蛤 而且這邊看起來很高 你原本坐下來它沒有在啟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它是斜的 坐起來是斜的 可是它現在一直往上的時候 越遠的波度的方式 所以我坐起來它是平的 好扯喔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表現不好 好 好扯喔 剛剛才聽說它這一條路線啊 已經開了要一百年了 所以這一個洞 已經快要一百年 九十幾年的歷史 來我們來看一下九十幾年的洞 感覺很潮濕 補充熱量跟體力 萬一我待會爬到上面去沒東西吃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需要三下的Omiyake 先吃雞湯 請你不要幫它業配 首先這個是這裡很有名 剛剛大家在團隊的天狗燒 然後下一個是旁邊有個起司燒 哇 這個是蛋塔吧 起司塔 皮好脆喔 這是我家啊 我家的仙境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我之前小時候種的工業 然後這個下面的話 是我家的遊樂場 我有時候我的做法會怎麼下去呢 會這樣子披了一下斗篷 這樣 哇仙女下凡 妳再過幾年就不能這樣講 會害怕 我們經過了猴子園跟野草園 這裡面會有 欸妳怎麼跑出來了 妳趕快回去 Hibari Tako就是說 誰都針尖孔會要搶妳就對了 那個就叫Hibari Tako 像你們這樣子很希望有人氣對不對 就趕快這樣 喔喔喔喔 訂閱百萬訂閱百萬 然後大家都看我們的影片開開心心 做出很多漂亮好看的質感影片 然後明年就可以破百萬 破百萬的時候觀看也不會下架 觀看也是至少可以 不要那麼detail 我們一般許願都許大範圍就好了 我們遇到分岔了怎麼辦 男人坡 你可以仔細的往前看 它就是永無止盡的階梯 女人坡 舒舒服服漂漂亮亮的平坦坡道 我還是要覺得 這一條叫做富二代坡 這一條叫做普通人坡 我覺得妳這個名字取得不錯 用男女真的不好 誰說女生就不辛苦呢 我認同 那我們今天走富二代 好 到了啦到了啦 其實我真的覺得算蠻輕鬆的 然後我們一路走來其實都是欣賞周邊的風景 總共走上來可能會慢慢走走 拍拍四五十分鐘 喔四五分鐘 四五十分鐘 差不多 所謂的米其林三星呢 就是只從這高尾山山頂 看出去的景色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米其林三星的景色 到底是多麼的厲害 這個你們如果自己沒有走上來 你是看不到這個風景的喔 三 二 一 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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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霧啊 哈哈 我會在這邊 再Key一個圖給大家看 這美方我Key一下 這是山頂的幾色 對對對 我等一下要拍一個素材 你幫我把那個霧去背 然後我們再放他原本的照片上去 超可愛的 這個是月見蛋 這裡就是南坡 南坡不要上來要下去 但是膝蓋還是要注意喔 愛注意喔 一般的天狗就是叫大天狗鼻子長長的 然後這裡很有名的是有這個小天狗 小天狗的話臉是烏鴉的樣子 來到我們的休息站了 我們剛剛上山的時候沒有來 下山的時候來一下 它就是賣那個糰子 但它的糰子呢比較特別是黑色的 而且它是用炭火耶 還好是買一個 這個會薄 我們來到了起點了 我們剛剛早上來的時候是坐這個 纜車 現在回去我們要坐登山吊車 好高喔 哇 這個風景很好 但是我現在很兩難 這個可怕的是 它沒有給你任何的措施耶 這如果說它突然間恐龍一下 你怎麼會不小心掉下去 好癢好癢 天啊 給你們看下面 超癢的 我覺得優點是它的左右兩側 有網子啦 所以其實高度不高 經過了捷克洗禮以後 你現在覺得還好 這個比較小兒科一點點 我們剛剛聽了兩個小時的 八網子課程 它這是一個暫時的一個博物館場所 它之後大概在四年後 會在新的博物館開立 這個是車人型 然後剛剛Edeo做了一下 哇 超級無敵的 它有點像是台灣版的布袋器 但是是體積更大 然後它的裡面都是木頭 重達四五公斤 所以在拿的時候 你要用一隻手臂去控制它 所以會很難控制很累 然後他們的腳呢 會跟著你的腳一起動 請各位觀眾 按讚一加一 訂閱一加一 走囉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小小的展覽序 可以逛兩個小時 它真的非常的有趣 它可以讓你了解到八網子整個歷史 然後一些有趣的人指示 大家想來看 然後英文不錯的話 像我一樣 你可以下載這個APP 它就有導覽 讚 這是我今天的房間 我們是分房睡 對 欸 這就是這間嗎 是304的喔 欸 那為什麼你打得開 欸 這是404 是不是人家的房間 欸欸欸欸 然後再一次喔 這是你今天的房間 這是我今天 哇 欸這跟我們可以兩個路 哇 可是非常的發揮 它走了一個很自然的路線 然後它被椅子類 為了讓你的空間有更大一點 你要用的話再用就好了 你的這間 它有一個超大陽台 還可以出去欸 真的耶 飯店最大的特色 是你可以體驗 在露營中 生營火的感覺 你坐著 你坐著 我們來聊心 聊心是怎麼 談心吧 談心啊 你覺得YouTube裡面 誰最討厭 潘英姐 那YouTube裡面 你覺得誰最喜歡 潘英姐 那你覺得誰 就是你可以這樣自己 生生營火啊 聞聞透頭這樣的香氣 很療癒 而且你會覺得自己整個人都放鬆嚇人 今天的天氣超級無敵好 那我們昨天在幹嘛 對 然後高尾山就在我們後面 我們其實是可以再爬上去一次啊 萬里無雲欸 這個應該可以看超遠了吧 那我們昨天在幹嘛 Tim Lapp 好多人喔 這是什麼 迪士尼嗎 嚇死人了 今天星期三耶 剛剛一周混亂 我現在覺得 哇 很酷耶 然後它也是這樣 像銀色的痘痘 這個場地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綠色的蕨類在地板上 然後大家會搭配這些銀色 很像是蛋 我可以描述為它可能像是 日本剛開始的生態 然後這個就是一種生命的起源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個奇妙的世界 對這次好像全面啟動喔 這邊就是它主打也是最著名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花花區 我們沒有想到它附近全部都是鏡子 因為它的鏡子層層交錯了以後 就可以看到上百個自己 這就是個通道而已啊 對啊 它就是在講我們人生 剛出生的感覺 慢慢走向光明的通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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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瀑布 快點 你人生就是要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逆流而上 我們就像鮭魚一樣 要回家生小孩 太難走了吧 這個就是要講你的人生 固定都是平坦的道路 有時候會這樣子 一直陷入泥爪 有人拉你一把 它會成為你的貴人 我們一直在亂掰耶 對 不要再掰這些了 哇 我們來到宇宙了 我個人很喜歡現在這個區域 它用不同的燈條的光影跟色彩轉換 然後讓你有一種 被拉 拉到一個潛意識在拉去哪裡 好 好了 結束了 感覺好像從另外一個世界回來 沒錯 這Team Lab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後來出來的時候 還發現說它其實不止這個風中 它最大的 最剛開始應該是在台場 然後再來全世界各地 其實也都有他們Team Lab的這樣的展 就是大家如果來參觀這個展的時候 盡量讓自己輕便一點點 雖然外面很冷 但是裡面其實滿熱的 都是暖氣 甚至你穿短T恤都是OK的 它比較小看它 它會下水 它會下海 它會下海喔 對 然後它的名字叫Sky Duck 出發了 出發了 掰掰 喔 喔 我看到海了 喔 喔 來 哇 我們現在周圍了 被海鷗包圍了 在那裡好多喔 海鷗以為我們是船 你知道嗎 但其實開起來還是會搖搖晃晃的 它其實是一個船吧 它是一個船 好好玩喔 天氣超好的耶 天氣超好的耶 好漂亮喔 它據說是五點會點燈 點燈以後 全部這裡的燈都起來的時候 應該會更讚 只有女神變紫色了 糟糕了 東京也淪陷了 我們現在是不是進入了點燈的時間 對 它正在call大家說 欸 要開燈喔 要開燈喔 早上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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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了六藝園 它是一個日式庭園 日本的日式庭園 就是有分很多派系 這個六藝園的話 跟後樂園就是說 就是江戶時代的一個算是名園 庭園保留得非常好 如果是住附近我就會覺得 哇 我家後樂園好漂亮喔 很像小人果的庭園 為什麼是小人 因為它的植物都偏矮耶 我也以為本來是那種很高大的樹叢 沒有它因為它是用來造景的啊 哇 這邊的顏色好美喔 哇 這個是什麼樹有什麼多顏色 太扯了吧 你又太扯了 這個紅 跟這個黃 它旁邊是綠綠的還有藍天 太扯了吧 我們現在來到曹鴨的地藏通商店街 它這個商店街的話 就是一個後面有名的地藏王菩薩的寺廟 據說它是婆婆媽媽的元素 我們來到一間仙輩店 仙輩店它種類超多 天啊 我沒走幾步又停下來了 我們就買一個藏鮮 其實蠻鹹的 但是它那個鹹是有點海鹽感 就是香的那種 然後裡面的紅豆不會到很甜 走一走以後出現一間我想吃的店 喔喔喔喔 欸 裡面的章魚也太大了吧 我們現在要體驗一個 我從來應該說大家很難得會體驗到的一些事情 可以觀看他們的助導 就是他們的法會這樣子 我們是特別因為這個HIS的關係 所以才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他們還是特別立了一個牌子 對 很慎重的歡迎我們 對 有點羞恥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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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來補充一下那個高岩市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規矩 禁煙 它的麥克風上面都是禁煙 然後其實我們這次拍攝呢 有先簽了一個 我絕對不會在裡面抽煙 然後我也不會帶打火機跟煙進去寺廟裡面 還有我人生也不抽煙 我人生也不抽煙 它要簽這樣的條款 它才願意讓你進去拍攝 因為他們認為說抽煙是一個害人又害己的行為 所以他們嚴格禁止抽煙的人是進去 我們現在要來做糖果 那我原本想說做糖果的時候是 固固的然後賣糖 不是我看到它還有鑷子啊什麼的 那還讓我們選圖案 對著對著拉 然後搓了我到一定程度呢 弄成圓形的插在那個棒上面 你先拉出它的那個嘴巴 然後用剪刀剪刀 好 現在做棋 兩邊的棋 對方分開然後就開始拉形狀 然後往上翹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剛才已經看完教學了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那我們開始囉 START 好緊張 啊 牙牌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我的天啊 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哈哈 哪裡來 哪裡來 我做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做的跟我做的 登登 我覺得你的很棒 你的至少還看得出來 我至少還有一個形狀 看得出來是隻魚 嘿嘿嘿 什麼意思 我們需要打分數啊 NANAJUKD NANAJUKD 哦 NANAJUKD 哦 NANAJUKD 新的就是 我要來這裡辦師學醫一年 再來問我 而且很不會守你耶 妳完全沒有潛力 我只好是地獄來的使者 這什麼靈異怪鳥啊 我覺得我做得還不錯 雖然就是跟老師的還是差很多 它沒有那個海豚的那個後面的背棋 但是我整個形體還是有的 給自己掌聲鼓勵 給自己掌聲鼓勵 貢獻我們很多的第一次 對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平常我們如果來東京的話 比較少會去選擇這樣子的行程 但是如果當你真的在東京 想逛街啊 我聊了以後 就不是你等等的 我覺得可以跟著我們那樣的行程走走 才不會覺得好 看到不一樣的風景也好啊 也可以看到秋月園不一樣的地方 東京外面還有一個大自然的高尾聲風景 台場那邊的時候 除了有Keynab高科技的東西以外 然後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海獵景牌景這樣 最後一天的話 你想要有一點骨色骨骼 那種味道整個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坐在那邊 直接一直睡著高隕石 如果你有剛剛好 有這個機會 幸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那個住島的時候 每一天的行程都是 去不同的項目的地方 你覺得看到 其實東京外面有蠻多不一樣的 內容去等你去發現 但他現在其實進入機場 都越來越方便 旅客也越來越多 其實我覺得他相關配方的做也不錯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著我們這樣走 如果想看到更多旅遊 或是在這個K床玩的話 可以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按讚 分享你的朋友 聽說把楓葉送給喜歡的女生 她會 她會給你一千塊日圓 來 給你 欸 我要這個 噁心 她會給你一千塊錢 1 2 1 1 1 2